接下來要進入那個超級愛考的重點 折射跟透鏡成像 因為它變化比較多 所以考試比較會考 第一件就是要講折射 光從甲介質進到乙介質 因為兩個東西的密度不一樣 所以波數會不一樣 因為波數不一樣 就使得前進方向會發生改變 這個現象叫做折射 波數有發生改變 可是頻率不會變 我八年級用這個最小實驗原理 已經會解釋了 為什麼波數不一樣 它就會轉彎 我們解釋過了 折射就是這樣 波動從甲介質進到乙介質 都會發生折射 所有的折射都會遵守折射定律 所以要會折射定律一樣有兩點 第一點叫做入射線 折射線跟髮線在同一個平面 再來叫做入射線跟折射線會在髮線的兩側 這個句話是有人會問的 畫的圖問你折射情況是哪一種狀況 畫在同一邊都是錯的 下一個比較重要叫做入射角折射角比較大的 代表它的波數比較快 我們現在叫的是波 它叫光數比較快 它的光數會比較快 那這個其實是有個折射定律 會有一個數學式 我們sinθ1,sinθ2的折射是國中沒有 高中才會出現 我們國中沒有交折射率 所以我們只知道入射角折射角比較大的 代表光數比較快 這些事情會卡 要記得卡住的 那一樣有一堆的名詞 入射線、折射線、髮線、入射角、折射角 要弄懂名詞的意思 它跟我們的反射定律很多很像 入射線就是入射方的前進方向 這跟反射定律是一樣的 反射定律是一樣的 折射線就是折射光的前進方向 當初是反射線是反射光的前進方向 但是折射所以折射光的前進方向 那髮線一樣 跟障礙面、反射面、折射面 就是碰到那個面 垂直的線跟垂直的面 跟交界面垂直的線叫做髮線 那麼入射角、折射角、抵造半裏一樣 入射角叫做入射線跟髮線的夾角 入射線跟髮線的夾角 折射角就是折射線跟髮線的夾角 那這個抵造半裏跟我們他們的反射定律很像 只是把反射改成折射而已 那麼了解一下腳名詞的意思 考試的時候知道大家問什麼、講什麼 OK 那有一種我們剛才講角度大、角度小 有一種叫做偏向髮線或者是偏離髮線 我從一個慢戒指進到一個快戒指 我的折射角要變大 所以叫做偏離髮線 角度會變大 所以圖上顯示離開髮線比較遠 比較偏離髮線 有人會用考或用寫說他偏向髮線或偏離髮線 這叫做慢戒指進到快戒指會偏離髮線 倒過來從快戒指進到慢戒指折射角要變小 他們就是偏向髮線 所以他說了有的考卷上問的話或者是寫的字 他用的是偏向髮線或偏離髮線 偏離髮線 就是垂直交界面也就是我的入射角度 零度的時候沒有折射的現象 直直的下去了 這件事情是考過的 畫了一個半圓形光線進去 然後問你會怎麼走 因為是垂直所以它不會有折射 不會有折射 OK 叫做垂直入射的時候不會有折射 這就是要背 因為剛才講過的入射角 折射角比較大的代表 光束比較快 那麼考試題目就說你說 從這裡到這裡會是什麼樣子 你就要知道誰在光束快 誰在光束慢 當初要你背過 你還記得嗎 真空 空氣 水玻璃快慢 你還記得嗎 誰最快 誰最快 真空 然後再來 空氣 空氣 大一風氣 大一水 大一玻璃 這個是要背 因為我們當委看考 折射定義的時候要用到它 然後把它背起來記好 OK 有沒有也知道過 接下來在折射定義的時候拿出來用 當委你就看到題目了 然後呢 這些都是跟折射有關係所產生的現象 海事滲樓 就是看到沙漠上面有一棟 有一堆房子啊 海上面上空飄的一個房子 或者是大輪船啊 那個其實那個輪船那個房子真的存在 可是它不知道從什麼地方 然後折射光轉進來 進你的眼睛 平常你以為光走直線 結果你還在那一邊 可是位置完全不對 還是盛猛 星光閃爍 星星月亮很小顆 然後空氣在擾動 所以折射會在到處跑 所以它一下子跑左邊 這樣跑右邊 看到星光會閃爍 星光會閃爍 好 那為什麼月亮不會閃爍 因為月亮比較大字啊 到處都有光啊 如果不然到處偏左邊 你還是還在那邊啊 所以它沒有閃爍 所以這是我們上課場景的例子 筷子斜插入水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折斷 你還記得我們當初用這個例子 想要講過另外一塊叫做什麼 看起來水深會變淺 還記得嗎 就看起來水深會變淺 我們剛剛上課幾個例子的時候 還告訴你就是看起來水深會變淺 這個 水深會變淺 我講過我上過當 我小時候上過當 差點被淹死 好 再來就是 夏天的時候圓圓的地方看起來有一塊是水 空氣在咬動 晃晃晃 看起來有什麼樣子 都是折射的現象 所以以上都是有關於折射 重點是折射定律 要記得入射角折射角 比較大的代表光速會比較快 要被光速是真空 大於空氣大於水 大於玻璃 然後呢 其他的就把它看一看 欣賞一下 就可以了